大家好,因为关于犹太人的话题比较敏感,德国的态度也很明确,所以我不方便触及这方面的话题,西方国家及有某一种族的人控制的西方媒体对于中东某一族群的定性也很明确。 我想,中国人是民事里的民族,心中自然有一把尺,中国不是罗宾汉,强大自己最重要,永远不被别人欺负,其他的必要是出手相助就好。 最近,德国焦点新闻转载了一篇德国专业门户网站的关于中国宁德时代推出新型4系超充磷酸铁锂电池,很快就能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的新闻,现在与大家分享一下。 磷酸铁锂电池很快就能实现10分钟充电,这些汽车配备了新型超充电池。 今年8月,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推出了基于磷酸铁锂电池的新型电动汽车电池,现在该电池的首批客户已经确定,两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希望在他们的汽车上使用这种电池。 今年8月,宁德时代推出了名为神型的新型磷酸铁锂电池。 这家中国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在发布会上宣布,这种电池可使电动汽车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的超快充速度,从而预示着一个电动汽车超快充时代的到来。 据行业门户网站CNEV News中国电动汽车新闻报道, 神型电池的首批两家客户现已确定,宁德时代已于8月份与年轻的电动汽车品牌阿维塔达成协议。 现在,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拿渣汽车也与这家电池巨头签署了协议。 阿维塔和拿渣两家在中国都名不经传的汽车制造商率先使用神型电池。 据中国电动车新闻报道,10月7日,宁德时代与拿渣签署了生化战略合作协议。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拿渣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张勇等高管出席了签约仪式。 该协议似乎并不止涉及电池。 根据与该协议有关的两份新闻稿,宁德时代将与拿渣汽车提供业务支持,如管理新项目、建立新的技术合作、供应神型电池以及拓展海外业务。 第二家使用神型电池的汽车制造商是阿维塔科技。 阿维塔是另一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由长安汽车、宁德时代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供资金支持。 阿维塔已于8月宣布将使用神型电池。 宁德时代的神奇电池将开创超充时代。 宁德时代的神型电池是一种基于磷酸铁锂LFP的蓄能系统,就像特斯拉在其部分汽车中使用的那样。 不过,据说神型电池可以实现前所未有的充电性能,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 宁德时代在发布会上解释说,这是世界上首款支持4系充电的磷酸铁锂电池。 这里的系指的是电池的充电倍率。 4系超充意味着电池理论上可以在一克中内充满电。 宁德时代在发布会上说,这得益于一些新的内部研发成果, 包括具有超高导电性的新型电解质配方,神型电池的续航可达700公里。 这种电池将于今年年底量产,并于2024年第一季度上市。 届时,首批客户也将能够买到配备这种电池的汽车,但最初很可能只在中国销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第一条评论,每个充电站旁边都会有一座发电厂,当然是燃煤发电厂。 下一条评论,你自己真的相信你那空洞的评论吗? 如果人类只有你这样的人,那我们今天就还过着山顶动人的生活。 下一条评论,为什么需要发电厂? 因为充电功率较高,电动汽车作为整体不需要更多的能源,因为充电时间较短,导致同时充电的情况较少,所以从电网汲取的电力政治也不会更多。 你又没有好好学习物理,用意识形态代替了知识的匮乏。 下一条评论,他们想造什么电池就造什么电池吧? 我还是开柴油车,为什么? 五分钟就能加满油,而且续航里程超过一千公里。 下一条评论,这五分钟多一点少一点那么重要吗? 这一切都与意识形态有关。 即使电动汽车可以在两分钟内充满两千公里,购买和维护成本只有燃油车的一半, 仍会有柴油车迷不断编造更多支持燃油车的理由。 无论这些理由,多么站不住脚,您多久有一次开一千公里的机会。 我的电动汽车在家里充电,每次都可以续航四百公里。 除了假日旅行,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续航。 有了它,我甚至不用浪费时间开车去加油站, 甚至不会损失那加油的五分钟。 更不用说开车去加油站路上花的时间了。 好的,朋友们,评论只有38条, 但没有一条评论提到中国宁的时代的新型技术, 而是在讨论一些物理知识, 也没有提及如何让德国的电池技术得到提升。 德国人的进取精神似乎都没了。 现在我在广西桂林工程的高铁站前面, 这里在我们县城啊,这附近, 就可以见到他们的私家车。 可以看见已经有几辆新能源车了。 啊,是啊,我还有个朋友。 那些能够是你切这吧,是啊。 点灯切嘛,好吧。 哇,那边又有两辆新能源车。 我看看那边。 这种都是电动的摩托车, 也叫助力车。 这个是比亚迪的。 我看看,对,前面有充电站。 那又有一辆新能源的。 充电站在前面那里。 这次回来明显呢, 要比去年前年 新能源车多多了, 那辆也是绿色的, 你看。 这还是我们这种小的地方呢, 大的地方更多。 这是我们村的一个人, 他认识我。 我没注意看刚才。 这也是绿色的车牌。 我的小电驴, 你看,在那里。 那辆也是绿色的车牌。 那有到湖南省江湧的长途汽车。 这里是个交通枢纽。 就是去各地的长途汽车都在这里。 那里有那个充电站的, 就是公共公交车也是我们这里都是新能源的。 这又有一辆绿色的车牌。 好, 等一下呢, 我去高铁站接一个朋友。 高铁站呢, 就在交通枢纽站旁边, 所以相当于零结波吧, 挺好的。 哎, 我刚才听见他们广播说, 开往西安的车, 这也有。 不错。 开往重庆啊, 成都啊, 西安, 香港啊, 广州啊, 都从这里可以经过。 所以很方便啊, 这里有高铁之后。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关系人们到这里了。 我会拍照。